嗨 理財悠悠班 投資長門專 歡迎收看禮拜二下午的主流產業選股數 我是悠悠 哈囉 潘隊長張傑 哈囉 悠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隊長張傑 我應該是被今天的大盤嚇殺了 我們兩個真的慌了手腳 今天這個大盤非常的洗 我就是早上就是可能小跌一點 然後後來出現跌500點600點 然後一路恐慌到7800 各種價位一次滿足 今天大家應該很想要聽解大盤 好啊 我也超想聽的 隊長幫我解一下 等一下 好啊 那我講 我們就直接從大盤來開始 好 那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時間點 你不知道到底要不要 到底是要進去 因為大家說跌生的時候要去 就是進場要勇敢的搶犯 就是去低接嘛 但是不知道現在進場 到底是接刀還是超低 OK 那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回顧我們上個禮拜的直播 上個禮拜直播其實就有跟大家說 就是要跌到幾點 如果大家有 1點半 其實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是在這個 停留在這裡 那上個禮拜也跟大家講了風險的問題 那其實到目前來看 其實是驗證的 那整個盤勢我覺得 今天的完美風暴其實就是 從國際的局勢 我認為是廢成半導體 那廢成半導體其實會牽動著全球的一個資金 尤其台灣有八成是電子股 那當然到了這個禮拜 這幾個禮拜 其實我們重傳產氫電子之後呢 其實台灣的電子股的比重已經降到六成 甚至降到四成 那我來給大家看 我們在禮拜天 禮拜天的時候 所以講的臉書都有假日不休息解盤 對 例如說5月9號 就跟大家說重傳產氫電子 那這個重傳產氫電子選對主流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然我們裡面提到幾個傳產的一個高比重 例如說昨天可能電子只佔五成六成 那其實大概鋼鐵跟航運加起來就有兩三成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我們的假日不休息解盤裡面講到 已經是重點了 以前電子的成交比重大概是七到八 對65 有到八成了 所以第一個觀察的分水嶺是電子股的65% 那其實現在階段就是兩個重點 當然重傳產氫電子是一個主軸 現在還是 對那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就是說 觀察國際局勢必須要直穩 好 那國際局勢 也是被大盤嚇上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大家看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在這裡 廢成半導筆一根長黑 直接是跌破 跌破前滴 跌破前滴 那你說到底是真破底還是假破底 其實這個就眾說紛紛啊 我平常聽說這是沒辦法解釋的 對 比如說你跌到這裡 會說這裡有一個箱形整理 可不可以在這裡整理 那整理完再上 那有可能直接回測這裡嘛 對不對 因為這裡已經是一個M頭 所以怎麼解釋都不重要 與其問我怎麼解釋 不如問遇到跌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對 遇到跌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呢 今天OTC也是 對OTC也是啦 OTC其實也是啦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對 大盤今天其實一度就是跌破季線 但後來尾盤的時候有收個帳回季線對不對 對 我看一下大盤 大盤在這裡 但今天成交量好像還是蠻金的 大盤其實應該是說 大盤其實是靠船產在撐嘛 例如說長龍最後還SOHO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成交的一個比重 在這裡 電子值降到剩37 這部分給大家看 那航運跟鋼鐵佔了38已經超過電子 所以短時間傳產還是大於電子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 我先來解釋一下好了 為什麼電子股跟廢層半導體 可以殺的這麼深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隊長看那張表 其實它意義在於說 大家就知道說現在的資金比較多的比重 會是在哪一個產業這樣 就是應該是說這張表 這個就是資金的一個比重 就是說假設資金比重是100% 那過去可能又又講的 我們電子股有佔8成 所以其實電子股回過頭 我們從上到下跟大家解釋一下 廢層半導體 或者是納斯達克高科技跟電子股 你想我們的OTC比較多 那所以OTC跟廢層半導體的走勢是比較像的 例如說這個 這是廢層半導體 那我們回到OTC 這兩個是比較像的 那道琼跟我們的大盤就比較接近 所以你看我們來看一下道琼 其實道琼其實前一陣子都還在創新高 道琼三萬五千點對不對 對 美國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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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沒關係 好喔 每次到了關鍵時刻 不知道為什麼 不用緊張 就會找不到的 對啊 不緊張 對啊 國際股市就有 好 道琼 道琼 可以看一下指數走勢嗎 DJ 欸 為什麼跑不出來 那你打DJL 技術分析 他會回到大阪 同學對不起我們今天被大阪嚇死了 有啦 道琼是不是 找到了找到了 道琼其實根本其實都還沒有 還沒有修正 沒有其實這個東西我直接跟大家講 第一個在於印度的疫情在於每一天增加 好像是370萬還是37萬的 那印度的疫情增加之後呢 出現了一個東西叫做蝴蝶效應 那我來給大家看聯發科 我直接用聯發科來解釋 好 聯發科在1185之後呢 連續的重挫 直接跌破所有的均線 回到900塊 這是一個三層的一個修正 那為什麼聯發科跌得又比別人凶呢 第一個就是高階手機在蘋果 蘋果這個去年推新機之後賣了一陣子 那其他高階手機沒有賣的特別好 第一個 那印度其實是蠻多人口的 那DJ的手機在印度疫情的爆發之下 手機的需求下修 那手機的需求下修 我認為千億法動全身 手機的電源管理IC叫PIMIC 那電源管理IC也下修 因為手機沒用那麼多 對 那電源管理IC用的是八寸晶圓的晶圓代工 所以電源管理IC下修 晶圓代工就有可能會下修 那晶圓代工下修就有可能 因為當初PIMIC跟Driver面板驅動IC 是八寸跟八寸互相排擠 好 那現在你不來吉我了 就空出來產能了 所以面板的Driver IC也沒有那麼緊 所以環環相扣從PIMIC到面板的Driver 到成熟的八寸晶圓到面板 這一連串的一個過程叫做連環套 連環紗 所以當這個東西一發生 其實 當然 我終端問了一下 TV跟NB的狀況都還好 所以這個是聯髮科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說華碩 或者是紅基好了 紅基 我覺得應該就沒有跌得那麼深 筆電的部分 紅基就沒有跌 所以其實關鍵在於什麼 關鍵在於觀眾朋友 其實你們還是要第一個 看得懂大盤 那看得懂產業 那了解終端需求會影響 手機比較不好 所以聯發科從1185跌到900 那TV跟NB比較好 所以覆巢之下無完軟 可是產業的強弱還是有差別 那個股的 產業的興衰有更替 各股的差別還是要把它分清楚 分清楚 好 所以你看其實在於 第一個部分 電子股的比重降到65的時候 也就是 4月初我就已經在群組提醒過 那這個東西怎麼證明呢 我來給大家看 這個部分在於 我們數位訂閱的5月5號 那剛剛在數位訂閱群組上面是5月3號 為什麼 第一個這個是5月4號 5月3號跟4號的一個線圖 來做證明 就是說 這一次在剛開始跌破月線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有五個警訊 第一個 勞動廉價過後的台股呢 在於每股的費半回撤季線 好第一個 第二個外資的空單有三萬六千口 再來技術線已經出現長黑下殺 那過去幾次的長黑下殺 當然在下跪買跌破月線 然後還有融資的減幅其實不夠 這部分其實我就已經跟大家提過了 在5月4號的時候 那尤其是OTC我特別有講 這一個月以來已經回撤三次 所以這個一而摔嘛 下一句 一而摔再而弱三而結 再而結三而弱 一而摔在三而結 反正就是 導播救救我 導播快點救救我 Google上 一而結 一而在 觀眾有沒有人能叫我們 一而結什麼的 到底是什麼啊 好啦還是忘了跟大家講一下 幫我們按讚分享一下 按讚分享你們會累積道德跟那個 這個人品 為什麼 累積人品的時候你股票就比較不會跌 我要狂按 真的 這有時候做股票就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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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那 自己查好不好 我們自己自己來 三而結沒錯吧 對對對 一而什麼 三而結 喔對啦 三而結 是不是 好啦 再而摔三而結 突然又變成國文教室了 從上次的一首詩認識台股之後 再而摔三而結 所以其實關鍵的 我來跟大家講整個關鍵的動作 我希望我的國文老師沒看到今天 國文老師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是理財政隊長跟國文老師說對不起 再而摔三而結 在這裡 其實就是這個成語 第一次收腳 結果強談 對 第二次長黑 結果隔天 再而摔 結果又連續三天又化解 對 再來這一次 三而結 已經回撤三次 我想 這個東西很明顯的 其實一點點技術分析就會 一點點技術分析就會 你看著 那當然 關鍵在於 還是希望大家在我們的群組裡 我們第一時間要跟大家通知 尤其是在這一天 你看這是5月4號 你現在回頭看 你沒看這一篇文章 你沒有在這一篇文章裡面減滿 損失的絕對不是訂閱的那一兩千塊 大概絕對是三十萬三百萬 那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這個部分 這月線 這是 這個是這一次季線 是 那其實很少 這樣子一個月 來三次 那當然回到現在這個M頭已經成型了 對 已經回到季線 這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平常已經跟大家說 如果你手上持股太多的 四個字 叫做要死亡救 沒效了 就你現在問我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做了 因為我告訴你怎麼做 其實 你也砍不下去了 所以關鍵在於 第一時間的果斷停損 再講一次 第一時間果斷停損 那第一時間果斷停損 那第一時間果斷停損 需要有人 在旁邊提醒你 這就是重點 所以你看外資的空單 這個幾萬口 然後集中市場的融資減多少 然後有人安慰你 告訴你沒有人能在股票永遠賣在最高點 對 切記什麼 建好就說 建好就說 謝謝悠悠 而且我還教你們三個方式 第一個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就減碼減到自己安全的水位 對 例如說悠悠的部位是100億 他覺得可能減碼減到20億 他會舒服睡得著 對 你會因為刮刮樂沒刮這種揍 打老闆嗎 常常舉這個 因為你的風險你控制住了 對啊 你刮刮樂你最多 你都買多少 100塊 我以為又要買兩本 兩三百本 好你100塊 你就是最大損失就沒中 就100 對 那你100萬的大賭桌 輸贏 例如說持股兩三千萬 一個5% 10%就一兩百萬 那你換到一個可能持股變300萬 持股降到三成 你從大賭桌換到小牌桌 你是不是就比較容易心情輕鬆 減碼減倉減壓力 謝謝悠悠 哇這個悠悠悠真的是我們產業冠軍嗎 不算喔 現在防疫 防疫 所以第一個降部位嘛 減碼減倉減壓力 這六個字你們就寫起來 然後後面括號悠悠 這樣就好 再來 太弱流強就是說 你知道什麼股票好 什麼股票不好 例如說你知道重傳產清潔 你在5月4號的時候減碼 例如說可能有一些像國劇跌破前滴 或者是一些被動元件 或是一些相關手機的 跌破之後 結果你買來買陽明跟長龍 事實上 真的有人這麼做喔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我同事就這麼做 那你說買 買2603 2603今天跌700點還創新口 好厲害喔 5月4號在這裡 阿不是又大賺了一層多 兩層多 好所以回到我們這裡 第二個叫做太弱流強 對 第三個叫寄憲保命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財商 隊長都教你了 好那六字真遠 這次這六字換我了 您賣錯 不留錯 您賣錯不留錯 對長金句再一次 這是什麼 賣錯有什麼關係 賣錯沒有什麼損失啊 因為市場永遠都在 你賣錯就是追回來而已 對 可是你留錯股票 好你 如果又不停損 中錯了 你又不停損 其實我就說了 動輒得救 當然 如果你還願意這個 下禮拜二來上課 你留下來 隊長都 上完課 隊長其實都留下來 解答很多疑難 隨時都有辦法幫你啦 那重點是 你願不願意伸出手 你溺水了 你要伸出手 才有人能夠救 OK 所以小傷害隨時翻本 重傷害難以翻身 1300塊宏達電 什麼時候解套 是不是 現在可能30塊 這個部分 所以切記 這個部分 必須要在我們群組裡面 那當然 第一個動作就是 你在5月4號 5月4號的第一個動作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講 今天的怎麼動作 我就例如說 例如說我同事 好 他昨天還很高興 他是鋼鐵人航海王 那昨天帳上的金額獲利可能是500 500或50 你們就自己抓一個數字 好 我們就不透露 因為各自的關係 500 那今天開盤還很高興 對 因為還漲 還漲 那結果呢 開始 其實今天大家都知道非半疊 那很多電子股是開很低的 例如說整個幾個關鍵指標 凱基電連電 對凱基電連電 甚至是群創 開盤就跌5-6% 那這個動作他其實就開始砍股票 那他選擇是好股跟壞股一起砍 所以第一個動作在於 你在5月4號的時候你要先減碼 對 減碼的時候你可以買一些搶勢股 可以補血 所以先減碼再補血 補完血之後 今天你開始要做再來一次 因為每一次的下跌 你都不能輕忽他 那這一次你再減碼 後來我跟大家講真實的金額 然後我同事 他的500多萬其實只是 今天砍完 是收了200多萬 然後他覺得鋼鐵還很強 對 還留著鋼鐵 然後尾盤還很多收最低 他沒有加碼 沒有 然後所以尾盤他帳上又變成付100多萬 所以他今天的輸贏其實就500多萬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動作是必須要做的 必須要做的 你必須要在 好股跟壞股當中 你必須都要有一個這個取捨 你必須要有這個取捨 我覺得這個動作其實是對的 你看像我們來看這個股票 我們就講中康 到這裡 高興一下 結果這裡 覺得又高興一下 結果收盤的時候要跌停 這個震盪已經加大了 震盪已經變大了 所以 回過頭來我們做一個小節 做一個小節 不要問我跌下來怎麼辦 先問你自己 跌下來 不要問我會不會跌下來 會不會跌下來我怎麼會知道 對啊 也不要問我說廢盤會不會在這裡直問 或是在這裡反彈 或是V轉 先問自己跌下來怎麼辦 所以現在靜下來 想一想你自己是很容易緊張的 還是很 就是有些人很緊張 有時候有些人不怕 那你自己的主動收入 有的人 例如說一個月收租金 三五十萬 有些人可能還無業有名 他借錢玩股票 所以你先衡量自己的風險 那保守還是積極 然後降持股 反彈也降持股 不管有沒有逃過一命 或者是尤其是電子 你說我們能不能回到這裡 我跟大家解釋 大概要回到187到190 這是OTC的部分 回到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裡有一個區間整理 你再回到這裡能夠撐住 其實我覺得不錯 再來就是這個大箱形 這個大箱形 那產業還是要顧 所以結論 關鍵這一次的下殺 我覺得是美股 不是防疫 我覺得是美股不是防疫 那幾個動作已經跟大家講了 大概是這樣 但今天因為 好像下午快要發佈 那個疫情的時候 確實太鼓 好像那時候突然又 對 又殺是不是 對往下殺一點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呢 現階段的疫情 當然會影響心理 那短時間 我壓一個時間 例如說陳時中部長說 6月8號 對 所以在6月8號之前 可能有可能 因為防疫升級 對 大家開始要再加 那其實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其實就會再影響 舉例 可能餐廳 又不好 像華航 華航機勢一染疫 可能客運的搬機也變少 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所有的股票 尤其是台灣是潛碟市場 除了你自己要設停損以外 所有的股票訊息都要追蹤 沒有那種股票買了 就是一直漲的 例如說 沒有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所有股票你都必須要持續的追蹤 那大概這個狀況 那我想幫大家整理一下 好 像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如果之前有 減碼 有適度減碼的同學 現在應該是不用擔心 但也不要去急著搶反彈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我們不知道費半什麼時候 沒有錯 不要預設立場 對 而且台灣這兩天 疫情的關係 你也不知道狀況如何 但如果你手上 還沒有減碼的同學 就是可能還是會建議 如果真的有反彈的時候 你還是要依照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對 做適度的速度 反彈就是要減碼 因為除非你真的 家大業大 否則你一不減碼 你的壓力還是很大 這段時間會折磨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像今天 頭戲買超第一名是中鋼 第二名是台波 第三名是惠陽 第四名是國泰金 第五名是雅炬 所以前五大 再來我繼續唸 富邦金、南訪、中信金、開發金、中鴻 所以有中鋼、有中鴻、有台波 完完全全 有元大金 不錯喔 有紡織 有鋼鐵 有金龍 對 那賣超第一名 群創有達 彩金、聯有 日月光 是 華航 哇電子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我等一下我補充一下 航運跟鋼鐵 今天還有七分鐘 好 那你看又又你看像這個 五月四號有沒有 大家都在這邊謝謝我 所以我要講的是 關鍵時刻要有人提醒你 那這個都是真實的案例 你在關鍵時刻你就是 沒有人提醒你 謝謝你昨天跟今天的提醒 嗯 這個部分五月四號 你看這個是 昨天跟今天 這個是五月四號 對 關鍵字在哪裡 又又又你看 帥氣 帥氣 所以你搜尋的時候 你的關鍵字打帥氣 對 沒有應該是說 我的學生很多喔 但是我知道他前面講的一個帥氣隊長 謝謝 所以我要找出他謝謝我 你幹嘛害羞 對對對 沒有壞羞 你就是用帥氣刀 我自己 對我就是用帥氣東西 我要把這個 好啦 人吵吃吵 吵人多作怪 好啦 那我要解釋一下 你看這麼多人 這個原因在這裡 那五月四號 你看五月四號在這裡 五月四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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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一天五月四號的最高點 還有再兩百多喔 嗯 你如果五月四號沒有出道 你就一二 高興一天 然後又再中錯了 嗯 這部分是千一法動全身 是 所以其實做股票 其實我認為 嗯 所有的魔鬼都在細節裡 嗯 就是 認真一點點 追蹤勤導一點點 嗯 然後買賣點 交易策略 什麼都比別人多一點點 嗯 你就會 績效好很多 是 因為上禮拜也有特別提到嘛 就是如果你現在停損 你不要覺得 就是停損 當作繳保險 沒有錯 欸對我們上禮拜其實講的 回看我們喔 這個上禮拜的YouTube 其實上禮拜其實講很多 停損的概念 對 好那我們今天來補充一下航運 好 就是目前的主流 還是主流嘛 對我們來看長榮喔 長榮為什麼今天還能夠收紅 第一個 他的昨天CP做了定價 嗯 是在95 那他四月營收 昨天還衰退13個% 嗯 結果今天股價還是一樣 利是收紅 嗯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在這一段時間呢 他的CP定價的過程當中 他的漲幅是比較弱的 嗯 所以大家等著定完價之後 等著有一些買盤 對 第二個他的營收衰退 其實是因為 3月過完年之後 嗯 那個貨櫃的航運的那個 那個美洲航運的這個運價有跌一點點 是 所以他四月還有他塞港 嗯 他有一個塞港 所以他四月稍微營收施漏 嗯 那其實五月跟六月因為運價又往上 嗯 所以整個趨勢跟第二季 基本上現在五月多了 嗯 第二季是四五六 對 對 第二季是四五六 所以目前第二季看到了四月跟五月 嗯 獲利跟營收應該都會在創新港 嗯 嗯 那我們來看產業的部分 產業的部分要這樣跟大家解釋 嗯 航運有兩個好 嗯 就是說當初航運變好 是因為防疫 對 疫情不好的時候大家宅經濟 對 或是科技的轉型 嗯 所以大家買了很多PC跟NB 對 那我跟大家來解釋 這一段時間PC跟NB的需求 如果疫情沒有控制 是不是 嗯 例如說美國的一些 他們其實都還是的 還是存在 對 所以只要疫情持續 嗯 疫情持續喔 航運其實會加分 嗯 那例如說我們再講一個塞港 好 那美國的工會是很強勢的 嗯 所以他們塞港呢 你說欸 塞港是因為工人嘛 嗯 工人染疫 工人染疫 所以他卸貨的時候比較慢 所以塞住港 所以航運一直漲 沒有錯人手不足對不對 那現在我問你 美國不是都 七月可能全部都打疫苗了 對 那人手不足可不可以請人 可以啊 可以 可是事實上不行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工人 他們工會很強 他寧願你要在家休息 嗯 養病 他不要你重新請人 嗯 所以 大家其實都沒有很接地氣的 去了解美國的狀況 塞港跟塞人的狀況 也都還沒解決 嗯 那塞船更不用說 嗯 所以這件事情都還沒有解決 是防疫的部分 其實是 航運是有良好 航運一個部分是怎樣 疫情沒有特別好 嗯 疫情沒有特別好 其實這個部分是會變好的 對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疫情好了 對 美國群體防疫了 嗯 那他們就會回到正常的生活 對 那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這個需求 其實在於 對於這個航運 對 航運也有一個正常的需求 所以 其實 貨櫃航運有兩種 一種是防疫的需求 對 一種是正常的需求 嗯 那不管怎麼樣 貨櫃航運這兩個的需求 嗯 都 目前來看 只要疫情沒解決 防疫需求會增加 嗯 都是悄悄版 但是例如說疫情解決了 對 正常的需求 還會增加 正常的需求可能會是包含哪些 嗯 例如說可能 大家開始就是腳踏車啦 對 戶外的一些東西 戶外的一些東西 那也是裝貨櫃啦 或者是你開始 出去旅遊了 嗯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些 健身器材 對 或者是一些 汽車的這個零組件 嗯 所以我覺得 本來航運就是 航運的產業 嗯 過去幾十年幾百年 都是掛鉤在GDP的 這個正常的需求 嗯 所以這一次整個產業的變動其實蠻大的 這一次產業的變動蠻大的 嗯 其實尤其又牽扯到 很多總經的東西 嗯 我順便跟大家聊一下總經的東西 好 嗯 那這一次美國的失業率 嗯 是不如預期 嗯 飛農就業也不如預期 那為什麼第一個在於撒錢 嗯 這一次直升機撒錢呢 一個禮拜換算是300塊美金 嗯 你說一個人可以拿到那是300塊美金 一個人一個禮拜300塊美金 那正常你去工作大概就是280美金 哦 也就是說這些人不工作 在家拿錢 他還是可以拿到錢 對 所以我必須跟大家說 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 嗯 這一次的補貼一定是最後一次 嗯 一定是最後一次 好那 為什麼 因為這規模太大了 對規模太大了 而且他們已經準備要群體免疫了 對 那而且這一次已經有 就是你補貼其實是為了要補助 然後讓他們出來找工作 對 就變成大家不出來找工作已經在檢討這個政策 是 所以這一次補貼一定會停 嗯 那3、4月的這個錢灑下來 嗯 會見到高峰 因為錢灑下來就是買東西 對 不然就是買股票 對 那3、4月會見到高峰 所以這東西牽引法動全身 嗯 我必須持續的追蹤 你說5、6月到底還會不會這麼好 為什麼 Overbooking的事情大家其實都一直在談 嗯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開始影響很多 嗯 這一段馬照跑舞照跳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嗯 接下來我只能說 步步驚心 持營保態是我經驗中到 步步驚心 是武奇隆跟劉思思演的 好喔 好不好笑 所以我覺得 今天還是花了比較多時間跟大家講大盤 其實是在 每一個關鍵你的連環動作 嗯 那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 對接下來的盤勢 或者是選股 其實在選標股每一次 主流變動的時候 我們的掌握度都很強 好 如果你對於整個 盤勢跟總體經濟分不清楚 嗯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樣找這個主流的股票的話 歡迎來加入我們產業冠軍吧 我們廣告一下好了 這個部分 在隊長找的同時 也要提醒同學說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出門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滿 是的 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這個 這裡 產業冠軍嗎 在這邊 我們已經開始上課了 這已經開始上課 這部分如果大家有興趣 25108888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祝大家投資順利 自己身體健康謝謝悠悠 下禮拜見掰掰 謝謝同學掰掰 我們繼續看 我們下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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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課 來聲明 我們下課了 讓開門 我們下課了 我們下課了 這部頭 我們的院長大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